如果你不道歉 我就告你 告你 這個案子對於柯市長本身的名譽 是一個人格的抹殺 同時他挑戰的 也是整個器官移植的醫學 還有重症醫學的領域 我相信司法會還給柯市長清白 陸正義律師代表柯文哲市長 來到台北地檢署案鈴來申告 那我想要呼籲的是 這個對於柯市長提出所謂 騙子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必須要拿出證據來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我們第一時間先選擇在 事件的發生地在台灣 我們先來提告 我相信這個案子 對於柯市長本身的名譽 是一個人格的抹殺 同時他挑戰的 也是整個器官移植的醫學 還有重症醫學的領域 我相信司法會還給柯市長清白 我們先針對 批評柯市長 Liar這件事情 我們先提起妨礙名譽的告訴 陸續 包括這幾天所有的事件 我們會統一在進行搜證之後 進行必要的法律行動 我們先 curious 我們先來ær集這個案子 我們先是有很多司機 所以我們先去打開 還要是有很多司機 我們先來看